這個新活動 春日紀念 就可以有疫苗人之爪 其實我自己有的 所以嘗試一下買吧 能否抽到呢 看看會不會這麼幸運呢 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還可以分享給朋友們 Hello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回到來說說新活動 《春日之旅》 這個活動我覺得非常重要 一定要打的 因為最近我比較黃 所以推出得慢了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如果支持的話 也要按LIKE 直接說一句 今期如果大家有無限昆布 應該大家都有 波羅斯真的未必有 但無限昆布必出場 另外 蚊少女和鷹速索尼克 都必出場 似乎你要打哪些材料 這個活動有什麼搞作呢 有普通困難 以及極限 我自己就打到極限 再買多一點活力 活力方面呢 我每天都買到... 我想買到... 125 因為我想快一點點 但我真的不建議大家買到125 我覺得不划算 但如果買到90 也還可以 但性價比最高當然是... 不要亂買啦 但這次活動我覺得是可以的 為何呢 首先看看 諾鷹可以換到限時召喚券 我們先換掉了 我沒記錯兩張 然後還有蚊少女 背心大絲碎片 背心大絲碎片我也是適合用的 但還原卡就一定要 大家不用想 看到還原卡就先拿掉它 對了 還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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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獎勵 我自己覺得哪方面最重要呢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專屬晶片等等 經驗罐等等 很多都不夠用 又是專屬晶片 另外高級揮章除機箱 也是要換的 星星補級券也要換的 另外蚊少女是整隻 如果不夠碎的話 當然要換整隻 還有有部份玩家是在玩蚊少女 那不用想了 一定要換吧 背心大絲呢 其實我自己應該會玩下去 我也會換的 視乎你玩不玩 對啦 其次那些就是... 我沒有說的那些啦 金錢那些 看自己需要啦 10,000... 10個鷹... 鷹可以換1,000 我覺得還可以的 但最重要的是剛才那些啦 英雄萬能碎片其實也很重要的 大概是這樣啦 其實每種東西都很吸引的 但你先分先後次序啦 你自己要用最重要的先換 例如大罐經驗飲料 其實我也很需要的 另外就是這個... 如果是垂柳 垂柳即是用蚊少女 或者用陰速索尼克的話 就可以有垂柳 這裡我也有一點垂柳 但我還沒真正刷的 這裡呢 限時召喚券 1,10 這裡一共有四張架 換上這裡 也有專屬任選的箱 另外是疫苗人 還有這些配件補給箱 最重要換的都是這些大經驗飲料 我覺得因為我要升級 視乎你需要 所以說專屬晶片這些就需要 我想錢大家都很需要 不過我最近儲了四百萬 還沒用完 所以還沒需要 但一定要換的 一定是限時券 還有專屬任選的箱 這些是未必要的 但配件補給箱 這些都是幫助我們升戰力升很多 這個小鋪大概就是這樣 另外就是春日紀念 可以有疫苗人之爪 其實我自己有的 所以嘗試一下 買吧 抽不抽到呢 看看會不會這麼幸運呢 獲得的獎勵是沒有的 是沒有這個疫苗人之爪的 再來 好 還是這些專屬晶片 所以這個活動一定要玩 因為那些獎勵太多了 好 繼續抽 應該沒有五次了 再抽下去 OK 高級技能書除機箱 以及高級晶徽章除機箱 這些都非常重要 而且真的非常多獎品 所以為何我一定要玩就是這樣 現在我又打完了 我又去打波羅斯關卡了 波羅斯關卡其實都可以... 唉...我用錯了陣子 稍後轉換 我放了無限昆布和波羅斯 但我嘗試一下放了蚊... 其實我猜想放多一個 不過是很容易打的 其實我放進去也可能夠打的 我只用童帝和原子墓字輸出 可不可以呢 稍後嘗試一下 暫時現階段都夠打 其實真的不難打 如果在一服玩到今天 基本上你怎樣都夠打 我都不用動的 你看到波羅斯 無限昆布等等 到最後打四大癲王 有三頭鬼和多頭屎乎鬼 還有多手屎乎鬼 還有單眼腦 全部都是可愛的 始終是外星人 一拳完成了 好 完成了挑戰成功 都... 大家要注意一下 陣子可能要到3月5日 開啟垂樓湖畔 才可以放下來 現階段其實沒所謂 因為還未開啟垂樓 3月5日才開啟垂樓 所以我暫時不用放索尼克和蚊少女 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3月5日才需要蚊少女和索尼克 現階段我也是這樣玩 放了疫苗人可以嗎 沒有格鬥不可以 就這樣吧 欸 始終還是放了它出來 疫苗人不用放出來 欸 它又換了 好 就這樣吧 這個陣子就這樣就可以了 好 繼續打下去 先跟大家吹一下水 好 如果大家最近的 我覺得不需要打紙裝 因為我們一服都開了這麼久了 這些獎勵可以幫助我們升更多戰力 因為基本上紙裝都齊了 所以活力就盡量留打這個 如果你有疫苗人的話就更佳 如果沒有疫苗人的話就... 其實沒有疫苗人都要打的了 因為不是專門吸引 而是所有東西 即是晶片等等 全部都是非常之... 因為每天有限的 紙裝隨時打都可以 但是這些呢 你打完一天的份量 沒有了就是沒有了 可能我們打完這個... 基因研究所 晶片是那堆就那堆 如果你再想多一點就要貨了 但是... 如果你的活力留在這裡的話 我們可以更換 所以其實都頗重要的 這個可以打多一點 無妨啊 因為這個活動... 大家都知道啦 其實它一次活動... 上次的活動已經是新年了 這次已經隔了三、四個星期了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一次活動獲得的資源極多 如果大家剛好蚊少女錯過了 也可以靠這個活動獲取蚊少女 所以這個活動真的很棒 就類似上次 上次可以獲獲獸王 但這次可以獲獲蚊少女 但我覺得最吸引我的地方 也是那隻疫苗人手 可以幫我升上去的專武 但其實疫苗人我本身也有專武 再加強一點 看看我可不可以在PVP做更多 其實都很輕鬆的 如果剛開始玩的朋友 可能新服的話 未必能打贏 但是... 那你就要靠下個活動了 我想最初五十個伏 其實都不會太難打 因為我看到有些兄弟都說 我在新服上玩 感覺上有點吃力 或者是完全打不贏 那是正常的 但你玩到下個活動的時候 其實就算不錯了 對啦 這個沒辦法的 這個進度問題 好像我們玩得很久的 我們打的紙裝也比較容易 打的層數也比較高 這方面不擔心 但夠打的或者剛剛好夠打的話 盡量全打掉 因為這個活動真的超級棒 對啦 超級棒 除了這方面也沒什麼特別 我想很多人剛剛開始的時候 首抽不小心抽到疫苗人的話 你也會需要疫苗人專武 大概是這麼多 接下來有什麼新玩呢 一拳或者新抽蛋呢 我會跟大家更新一些影片 跟大家一起聊聊 今天影片介紹完這個活動 就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 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兄弟們 你已經看到這裡了 不是不訂閱我的頻道吧 按旁邊的鈴鐺 還按LIKE 最重要是分享給朋友 導他們玩這遊戲吧 資訊